杀菌温度达到135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同时出料温度要到80度左右 这个时候会满足出料条件 然后出料罚就会打开 我们就会出料 出料的同时由于物料档的液位下降 出料的同时就会进料 这个时候就会达到一个边进料边出料的平衡状态 然后这边我们出料 因为我们一边出料一边进料 进料的温度 可能进料的时候这个温度会有波动 就是我们杀菌温度要设置一个一定范围的偏差 杀菌温度设到3度 最高设到3度不要设到3度 你可以设到低一点 出料温差 因为我们对出料温度的要求不需要太精确 这个温差我们可以设得稍微大一点 设到5度 因为出料温差如果设得太小 这个温度太精确的话 这个出料条件就比较適合了 它可能出料比较慢 现在马上出料温度 现在杀菌温度马上到35度 到135度 刚刚杀菌温度达到135度 这个时候出料温度是78度 在我们设的80度范围之内 80度下降天差5度了 最后马上出料条件已经开始出料了 出料网站已经开始出料了 这里看不到 出料管这个时候已经在出料了 看不到 我开心以后 接下来 董事丸